美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 竟无端扣押伊朗运往我国的百万桶石油 价值高达八千万美元 不仅如此 美国甚至还打算卖掉这些石油 把赚到的钱直接占为己有 难道说美国这是又准备干回老本行了吗 面对美方的无耻行为 伊朗直接扣押了美国在波斯湾附近的两艘邮轮作为反击 中国对此也不再姑息 放出大招令美方无力招架 那么美国的阴谋究竟有没有得逞呢 而中国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愤怒的消息 日前美国非法扣押了一艘 装有从伊朗进口的约100万桶原油的船只 据悉当时美海军直接出动战舰 在阿曼湾附近截获了4艘再有伊朗石油的邮轮 并将它们转移到了美国控制下的港口 而美国扣押伊朗邮轮后 竟直接单方面宣布要把船只上的石油全部没收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批原油原本是运往我国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每天从海外进口约90万桶原油 而伊朗是中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 不过中国与伊朗进行的石油贸易 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的 美国有什么资格非法扣押伊朗的石油呢 美方这种行为可以说和强盗无异 不顾国际法和公理 肆意干涉他国的正常贸易活动 可以说此举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而美国给出的理由也十分可笑 美方宣称他们之所以扣押伊朗的石油市 因其违反了美国方面的制裁 但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 这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个借口罢了 外界普遍质疑这种行为的真实动机 都认为美国可能是借机干涉中东地区的局势 以及压制伊朗的发展 美国的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石油经济运行模式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为什么只有中国愿意同伊朗合作 不断购买伊朗的石油 而其他国家宁可花高价 从其他地方进口石油 也不愿购买伊朗的石油呢 其实他们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可以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已经严重破坏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近几年美国扣押伊朗的石油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恩怨 可以说是长达40年的一场拉锯战 众所周知 伊朗石油蕴藏量非常丰富 在过去曾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如果直接干预伊朗的石油贸易 就相当于直接遏制了整个伊朗的经济命脉 因此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制裁后 就使得伊朗的石油产业遭受巨大打击 而美国还逼迫其他国家断绝与伊朗的经贸往来 甚至还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 对涉及伊朗贸易的银行和企业进行冻结和查封 因此其他国家都怕受到美国的制裁 所以不愿再从伊朗购买石油 然而中国并不认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中国作为大国有自己的做事风格 布选编布站队 并且中国还和伊朗之间建立了长期的石油贸易合作关系 除了在石油的运输贸易之外 伊朗也选派了他们的专家团队参加我国所组织的培训 学习我国在导航以及高铁运营上等等领域技术的学习 可以说中伊两国合作越来越密切 而针对美国无端扣押伊朗石油 作为反美先锋的伊朗 肯定也不会忍其吞声立刻就对美国进行了反击 首先就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强烈的谴责 指责美国是在进行海盗行为 说美方这种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自由贸易原则 之后伊朗直接展开了大行动 反手也扣押了美国两艘邮轮 伊朗的这次强硬的行动也在告诉全世界 美国的强盗行为终将会有人制的 也让中东国家明白必须团结起来才能一致对外 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是讨不到一点好处的 可以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满 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为 美国无权干涉伊朗和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活动 美国现在就是管得太宽了 这无疑是对国际贸易规则和自由市场原则的践踏 与此同时 俄罗斯方面也对美国扣押伊朗石油表示了不满和支持 称美国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 同时还进行了警告称 美方此举无疑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危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进 中国进行了强势反击 中方直接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 揭露了美国霸权行进 曝光了美国中情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窃密活动 美方竟以不正当的方式窃取了世界各地的信息 并且还利用其高超的技术手段 对全球进行秘密监视 并秘密策划和操纵了一系列政治动乱 试图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而美方这种行为无疑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也直接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不满 这种行径是完全无法容忍的 这个消息已经公布 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方的这种种行为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强烈不满 同时也让大家认清了美方的真面目 另外也给世界敲响了警钟 国际社会应该时刻警惕美方这些背后的恶劣手段 维护国际秩序和稳定 奉劝美国早日认清现实 不要企图在背后搞这些黑暗的手段 如果美国继续以这种方式来干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 那么只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谴责 同时也会激化中东地区的局势 导致更多的冲突和危机 另外中国也采取了其他应对手段 那就是开辟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而脚漂港就是其中一个 之前咱们要想通过海运的方式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话 就必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而美国能够直接控制马六甲海峡 如果美国想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对中国进行打击 中国很有可能会受到非常重大的损失 因此如果有了脚漂港 我们就可以绕过马六甲 一来可以直接缩短运输距离减少成本 二是可以直接避免美国的威胁 可谓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 我国与俄罗斯之间开通了一条石油专线 也就是说未来我国与俄罗斯之间会有源源不断的石油输送来 如果俄罗斯十亿原油通过专列运送到我国 那么我国将不再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 另外中国在能源问题上一直展现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 并不断推动能源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相信随着中国的努力和创新 能源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为中国经济和全球社会发展提供更可持续清洁的能源支持 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